大家好 这个支付宝红包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啊 在这边首页上的话 这个banner里面的话就有这个啊 日本最高领30元 这个福利锦囊婉转全球啊 这个也不仅仅是日本嘛 全球都可以参与 我们点这个进去 然后我这边今天的话 我刚刚抽奖抽到这个面单红包 你看这个我点的地方是不是五个 这五个是锦囊红包 那么上面这个是免单红包 锦囊红包我第一个是4块5 第二个3块 第三个3块 第四个3块 第五个的时候会大一些 那么是满600元减30 我当时付了738.54 然后减去30之后是 剩下付自己付的金额是708.54 那么最后 他这个第五个红包完成 这个五个锦囊红包任务之后呢 你有个抽大奖机会 就抽这个免单红包 刚好我这免单红包是抽中了 抽中了之后是就刚好我付了738.54 这次金额就完完全全的还给我了 这个规则我们可以看一下 查看规则点一下 这个规则是这样子的 就是活动期间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点 到2020年的2月16号 但是大概率的话 这个活动我觉得应该会续约 第二部分 你看第二部标题 锦囊红包 锦囊红包的话 它是有带进券的 那么我这个红包呢 开抽的抽的比较小 第五次解锁的话 可以领取这个固定锦囊带进券 或者2888红包大奖 那么我是领了30块钱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看下面 免单红包怎么叫免单红包呢 就是你五个锦囊红包 你都用完了 就像我那个最后一笔 第四笔的时候 第五笔的时候是那个满600减30 那个时候我付了738.54 实际自己付了708.54 那么它是 你可以看免单红包的第二项 这个从活动开始到中奖之时 境外实地店使用支付宝付款 订单金额最大一笔的金额相等的红包 就是我当时付了最大一笔 就是738.54 然后最高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 那么红包为境外实地店通用红包 可拆分使用这笔 是吧 那么活动期间的话 每天最多是10位用户中奖 我刚才是凌晨 就是北京时间凌晨 大概是1点多左右吧 1点11分左右吧 我抽了奖 然后这个是同一为支付宝用户 活动期间最多抽奖一次 这个都没问题 没什么问题 是吧 中一次也可以了 这个的话 其实我也有点后悔 就是因为我抽中这红包了嘛 每天10位嘛 那么其实我更应该是怎么呢 就是第5次付款那个红包时候呢 就是这个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到这一步啊 那你看第4第5第5个时候 我这边是付了738.8 我要是能付5000块钱的话 那我就是这边是变5000了 而这个红包呢 可以拆分使用 不会是一次性使用 这点支付宝就做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红包 就在哪里呢 卡包这边啊 点进来 这边红包预额 红包预额就是支付宝 今晚免单通用红包 红包预额577.2 那么这个是刷点支付也可以啊 刷码支付也可以 然后这个红包的话 我初始金额738.50 那么我已经用掉了啊 这个到期时间是2020的3月17日啊 这个我觉得时间是一个月时间非常长 非常不错的红包 大家可以适当关注一下